Hello,我是Frank,今天咱们来到75课,uncomfortable shoes,前面这个词,你可能把un去掉之后见过这个词,comfortable,表示非常舒服的,那前面加上un,还记得吗,表示否定,比如说happy,是开心,那我不happy呢,就是不开心,好,那么标题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不舒服,uncomfortable这个词,一会咱们在课文里会详细的讲到,它有很多的用法 好,来看课文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个鞋垫,它不是说垫在鞋里那些鞋垫啊,是卖鞋的商店,然后呢,一个是shop assistant,这是咱们之前就学过的词啊,表示服务员,然后右边这个拎着俩鞋的呢,是买鞋的人,就是顾客,课文里呢,懒得给他起名,直接给他的名叫lady,就是这位女士 好,来到店里,这个lady先问了,哎,你们这儿有没有这样的鞋,do you have any shoes like this? 那这双鞋呢,可能是他穿在包里,自己带过来的,也有可能是他穿在脚上的,意思就是说,服务员,你看看,我这鞋穿挺舒服的,你这儿有没有卖的,长得差不多的 好,我们先看看这句话里啊,do you have,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没有,any shoes,为什么用any不用some,因为这是一个一般疑问句,在疑问句里我们用any 在否定句里我们也用any,在陈述句里我们用some,这都是老知识点了啊,顺便再复习一下,好,问any shoes like this? these表示这些,因为鞋嘛,是两只啊,它不是this,不是一只儿,那这里面你看我下面画横线的这个like these,like表示像的意思,在这里不是表示喜欢啊,就是像这些鞋一样 从语法的角度讲呢,like these,是借词短语做定语,啥叫定啊,就我给你定那儿了,我给你限定了啊,给你修饰一下 比如说这鞋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我一下给你限定了,因为鞋有很多种嘛,对吧,大鞋小鞋,像大和小这种东西也叫定语 就是一旦把这个定语给它矿上,它这个东西的大小尺寸,包括好看,味道的香臭,都被限定了,所以它叫定语 定语其实是啥呀,就是个形容词,包括后面我们会学到的所谓的定语从句,其实就是形容词从句 本来呢,这个形容词它就一个单崩的一个词啊,但是呢,像这个like these,它是俩单词 所以说呢,我们管它叫定语了,换个名字而已,好,它是用来修饰shoes,鞋 意思就是说呢,像这样婶的,写,这里面有个东北小方言啊,什么叫这样婶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样式的,但是我们说成这样婶的,多学点东北话啊,人能变得很幽默 促进这个同学关系,邻里关系,你的人缘会变得特别好 好,同时关于这句话,我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啊,在如果你手里有之前版本的心肝念课的话 它第一句课文不是这么写的,它不是do you have,这是改版后的啊,它之前叫什么呢 have you any shoes,它直接把have放到前面可以用,能不能这么用,可以 但是现在没人用了啊,之前呢,是比较老派的英国人,喜欢用这种方式提问 但是现在的人呢,就是这种语言已经淘汰了 问有没有东西,都是do you have 这种情况呢,就相应当于咱们的汉语啊,比如说 问别人你记不记得过去发生什么事 那么前几十年或者更早的人呢,他可能会这么问 你可曾记得,怎么怎么样,有点太过文兜兜了啊 现在我们大白话,直接就问你记不记得怎么样了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语言呢,越来越简练,越来越生活化 好,接下来,左边的服务员问了啊,你多大脚啊 多大号的鞋啊,what size 其实呢,这句话是个省略句啊 如果非要问完整了,后面还缺个啥呢 what size do you want 你想要多大号的鞋 包括以后还有一句,就是后面这个what color 什么颜色,同样也是省略句的 同样也是省略了what color do you want 那么我们现在这句,what size 你不看就两个单词啊,但是意思已经非常完整了 他通常是用来询问什么呢 比如说衣服,或者鞋,手套,尺寸,多大的尺码,多大号 都是这个词啊,size 包括啊,我们说谁,体型长得比较大,比较魁梧 你也可以委婉地说成big size 好,接着再来看下面啊,最下面这个绿色的字 你问别人穿多大号,还可以加一个词叫wear wear这个词呢,表示穿,穿衣服 what size do you wear 好,接着回到课文里啊,what size 下面的回答呢,这位lady 他说的是size 5,5号的 当然它跟咱们的计算标准不一样啊 咱们的尺码呢,执行的像什么 36的,42的,执行这样的标准 那么这种用法呢,很简单了 你是多大号了,直接在size 后面加上你的号码就OK了 好,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后面这个服务员又问了 what color,你需要什么颜色的 那我想来一双黑色的鞋 black,你看这就是生活化 这就是口语啊,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什么颜色,黑色,black 就完事了 好,那么这个小对话 现在看到这很简单 接着呢,我要给你再补充一些 你在shopping的时候 还记得吗,雪拼的时候 shopping,购物的时候 常会用到的词 假设你现在来到了一个店里啊 一般服务员都会主动上前给你打招呼 说,你好,想来点什么 想买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这里面你注意,没有出现买 但是你来店铺干嘛来的 消费来的 所以服务员也不能显得太着急 说你要买啥 尽量不要显得这么猴急 就差把手伸你兜里掏钱去了 那么服务员一般会说什么呢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请问您想看看什么 尽量别直接用买这个词 别提钱,提钱伤感情 好,那怎么问呢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看这在说的多冠冕堂皇 what can I do for you 然后比如说你看上一条裙子了 然后设了半天也没有要买的意思 这时候服务员可以怎么跟你说呢 你觉得这条裙子怎么样啊 咱们要不要套钱啊 你可以怎么问呢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dress 中间这个do you think of是固定的 那后面呢 this dress你可以换成别的 这套西服怎么样 这个小领带怎么样 这个鞋怎么样 可以随便替换啊 what do you think of 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怎么样 这里面单词全是咱们会的 对吧 但是这两个句型呢 是我们之前可能不是很熟悉的 在购物的时候 服务员会跟我们说的 可以把它记下来 好,接着 还是在商店里啊 我们就会问的更细了 来看绿色这个字啊 what kind of kind这个词呢 表示种类 比如说你去一个鞋店买鞋 那鞋店里可能有高跟鞋 有运动鞋 对吧 包括运动鞋里还有篮球鞋 跑步鞋 分了很多种 所以呢 kind这个词表示种类 就是你想要买哪种鞋呢 what kind of shoes do you want 其实到这儿 这句话已经可以算结束了 但是我们为了把它更细节一些啊 问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鞋 你想买 是给谁买呢 是给你老婆买 给你孩子买 后面把这个人加上啊 what kind of shoes do you want to buy for your wife 去给你的媳妇 或者是老婆 想买哪种鞋呢 好 接着再往下学两个服务员 经常会用到啊 来吧顾客 试试呗 试试也不要钱啊 是免费尝试啊 来 don't you want to try 这个把don't放在前面 这属于一个什么 反译一问句啊 翻译过来的就是 难道你不想试一试吗 然后你说 哦 该不会这个衣服 还可以试一试吧 好像没逛过商场一样啊 don't you want to try try这个词呢 表示尝试的意思 在这儿 注意它放在呃的后面 很显然 它是作为一个名词出现的 OK 咱们接着往下啊 如果这衣服你试了之后 那服务员 他的目的干什么 就是让你去买它 Oh my god 买它啊 他肯定会夸你啊 这衣服太棒了 太合身了 perfect 这词完美的意思啊 完美 尽管不是现在出现的一个词 但是呢 口语当中也很常用 这衣服很好 很适合你 完美 有一个好的计划 perfect 完美啊 很棒 很合身 我们用一个词叫 suit 这个词之前学过 表示吸服 吸服呢 必须合身嘛 所以说这个变成动词的话 就表示合身的意思啊 it suits you 就说它真的很搭配 你很合身 好 这时候 假如你啊 不想买这个 但是服务员呢 又特别热情 你怎么说呢 就是下面这句话 I prefer the blue one to the red one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 啥意思啊 prefer这个词 咱们可能不是很熟啊 这个词表示更喜欢 比起哪一个 我更喜欢 I prefer 比起小红 我更喜欢小莉 注意 I prefer小莉 也就是说 你喜欢的那东西 要紧挨着prefer 放在prefer的后面啊 prefer小莉 to小红 是这样的 那我比起那个红色 我喜欢蓝的 它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蓝的 所以呢 把蓝色放在prefer的后面 I prefer the blue one 后面加一个to to the red one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啊 因为啊 那个蓝的呢 没有你穿的 这个号 所以呢 今天买不了 不好意思 不是说不合适 是因为我想要 那个号 咱没有 这样呢 就把对方 给委婉的拒绝了 好 关于购物的英语 最后再来两个啊 都是买东西 去商场的时候 一定会说的话啊 来这个 更衣室在哪 因为咱不可能 在大庭广众 这下脱光网子 是衣服啊 一定要找到 这个fitting room 好 这个fit 这个词呢 跟suit 差不多 都表示合身的意思 这个匹配 尺寸刚刚好 这个fit 然后fitting room 就是更衣室啊 where is the fitting room 好 那如果你试完了 觉得这个 哎太可惜了 这个衣服很不错啊 但是不适合我的尺寸 所以今天我不能在你这儿消费了啊 oh it's a pity it's a pity 表示非常可惜 it looks good 这个看上去很好 but 话锋一转 it doesn't fit me 这里面的fit呢 做一个动词 就是它不合适 不匹配我 好 接着我们还是回到课文啊 这个女士不说了吗 我想要what color 什么颜色 想要黑色的 black 然后服务员说 I'm sorry we don't have any 我们没有黑色的啊 这里面还是 any后面省略了谁呢 black shoes 正常全句应该是 we don't have any black shoes 好 接着看啊 这 lady说了 怎么可能没有黑色呢 我姐上个月刚才你们这买完 看来她手里拿这鞋谁呢 她姐的 觉得她穿的好看 然后给拎拎过来了 这话怎么说的呢 but my sister bought this pair last month 好 这句话里的my sister 这不用说了 我姐姐啊 那么后面的bot 这是一个过去式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有last month month表示月啊 last表示上一个 也就是说上个月 她在这买的肯定是过去式了 这个bot是buy的过去式 一会咱们会讲这个词啊 咱们这一页先看后面这个 this pair 这里面没有出现鞋 但是出现了一个this pair pair这个词表示一双 或者是一对 来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这两只手套 它不是一对的 像这种话 平常我们可能感觉非常难说啊 但是很简单 你直接说成 these gloves aren't a pair 好 再给你一个场景啊 比如说你们搬桌子 或者搬箱子之类的 然后你的同学告诉你 哎呀 你快过来 帮我 帮我一把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说 拜托 我只有一双手 我怎么帮你啊 我自己还是手上还拿着东西呢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I only have 我仅仅有 我只有one pair of hands 一双手 一双就是one pair 然后手呢 hands 这不用说什么了 one pair of hands 一双手 好 接着再看两个关于pair的用法 首先成对的 我们就像说 这东西是成对出现的 比如说一个古董 或者一个宝物 这东西必须是一对才值钱 成对怎么说呢 in pairs 就这么简单一个表达 就ok了 好 一副眼镜 因为眼镜嘛 都是两个镜片啊 除了那种毒眼的一个的啊 那么一副眼镜怎么说呢 a pair of glasses 好 接着我们来看buy这个词啊 这一页上呢 出现了三个跟buy有关的词 第一次出现是bought my sister bought 然后第二句是 did she buy them here 他们他是在这买的鞋吗 这里面出现了它的原型 为啥用原型呢 因为前面有了一个did did已经是过去式了 那么did的后面 do的后面 要接的是原型 好 第三次出现 再下一句 no she bought them 他在哪买的 这还是过去式 所以呢 咱们先讲一下buy 这个词的原型啊 它表示买的意思 但注意 这个词的读音跟拜拜 那个词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俩意思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词表示买 从某个人的手中买到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说buy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但是当你想说给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买完东西送给谁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说呢 bu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注意这里的借词不一样了 一个是from 是从哪儿购买 那这个呢 for为了谁 给谁去买 同样这句话 你还可以简化成什么呢 把这个for也省略了 但是somebody跟something的位置 需要调换一下 buy somebody something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它的过去式啊 这个词叫bot 这里面有个发音现象啊 这个gh的字母组合 通常是不发音的 在很多单词咱们都见过啊 比如说数字8 对吧 8 这个gh 它没有它发音的地方 包括high 高 这个词 前面呢 然后是i 和i high 直接是发完了 后面也没有这个gh什么事 包括可能性这个词啊 might mm 然后是i i 最后一个t 连上might 中间它也不发音 包括类似长得都差不多的 sight 所以咱们注意啊 下次看到这个gh的组合的时候 马上反应过来 它不发音呢 好 by这个词 原型跟过去式 咱们都说完了 接着呢 咱们再回到课文里啊 看看这个对话是怎么进行的 这不是围绕这个鞋吗 展开讨论了 我来这儿就是买鞋的啊 这个lady 这个妇女说的 我这姐 我姐上个月在这刚买的 你怎么就没有了呢 然后这个服务员说了 did she buy them here 她是在这买的吗 是在我们店买的吗 no she bought them in the US 在美国买的 这服务员新说话 大姐啊 你在美国买的 你过来跟我说什么 有用吗 你在月球上买的 你过来找我有用吗 好 接着来看这个服务员怎么回答的 这个鞋啊 我们确实还有 但是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 现在的卖顿货了啊 we had some shoes like those a month ago 在一个月之前 我们有 注意这里面的有 也要用过去式 have的过去式 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 要变成had 然后后面的some shoes 因为是陈述句了 所以说没有必要换成any 直接用some 我们有一些这样的鞋 we had some shoes 像那些啊 像这样或者像那样 就是like those 或者是like these 最后把时间说上 不是现在有 而是一个月之前 a month ago 好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ago 这应该不是生死了 因为之前咱们在举例子的时候 经常提这个词啊 这词表示以前 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看一些 这个小童话 小绘画绘本之类的 long long ago 讲故事之前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以前就是ago OK 比如说两分钟之前 你可以说 two minutes ago 或者是几分钟之前 a few minutes ago 两年前呢 就是two years ago 两百年前 那就是two hundred years ago 很久以前 看下面这个 就是long ago 当然你可以也说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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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很长 你可以说long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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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o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说这个一个月之前 我没有像这样的写 但是呢 现在没有了 but we don't have any now 好这里面同样还是注意 在否定句当中呢 要用any而不用some 好接着这女士呢 还没有善罢甘休啊 还接着跟她磨啊 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双啊 can you get a pair for me please 这句话里的a pair 刚才学过了 表示一双的意思啊 这句后面的什么 please啊 请啊 这种客套啊 这都不用说了 这句话里 最值得学的是哪个词呢 就是这个get 特别小一个小词 但是有句话啊 叫小词大用 你看啊 can you get something 就是你能给我拿一个东西吗 你能给我找一个东西吗 你能给我整一个东西吗 都是这个小词 这种词学会了 你的英语就通了 来 咱们今天好好讲讲这个词 像get这种词呢 别小看它啊 一个顶一百个 比如说下面这些句子 这些动词 通通都可以用get来代替 比如说 我每天收到很多信 I get many letters every day 这里面的get呢 就代替了receive 收信的意思 你注意啊 后面代替的这些词 不是咱们需要学的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现象 就是get很牛 就可以了 包括他们抓住了它 你不用硬翻冲抓啊 什么catch之类的 直接是 they get him 包括去叫医生 不用非得说call 你可以说 go get the doctor 或者是让我们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 不用breathe 这个词很难 直接是 let's get some air 包括后面这些例子 注意啊 这些句型呢 咱们现在不是要学句型啊 只是想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像这种词 咱们把它掌握了 这英语就妥了啊 比如说这个 她一小时挣一百美元 she gets one hundred dollars an hour 她没听懂这个笑话 he didn't get the joke 对吧 用来代替understand 然后请接下电话好吗 我在那做饭呢 can you get the phone please I'm making dinner 包括后面这一页的 我就不逐一的念了啊 什么狗试图袭击我 get me 然后如果你请看电影 我就请你吃饭 请吃饭 可以是get dinner 或者是get the movie 然后我们到那儿得几点了 到达arrive 把它替换掉 变成了get there 你是不是觉得 刚才的这种替换 已经够多了 它已经够牛了是吧 还不够 你看到没有 这一页 当然不会全念下来太多了 一百来个 就这些动词 都可以用get来代替 所以你说它牛不牛 所以很多人 在英语学了好多年之后 还是说不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知道该用哪些词 像get这样的词 包括之前咱们学过的 take have make 把这几个词玩明白了 你的英语就通了 好 接下来回到课文 咱们看服务员说了什么 恐怕不行 I'm afraid that I can't afraid这个词 表示害怕的意思 当然你在这里可以翻译成恐怕 有一首歌 I'm not afraid I'm not afraid 这个调的 就表示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那么当你说 I am afraid的时候 就是我害怕 我怕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我恐怕怎么样 那么这样的句子 I'm afraid that I can't 虽然很短 但是在语法的角度 这个东西叫宾语从句 你知道从句有三种 宾语从句 壮语从句 跟定语从句 都是以后咱们要好好研究的东西 但是今天咱们就大概的先接触一下宾语从句 也是这三大从句里面最简单的一个 因为你看这句话 I am afraid 这是主位都有了 后面这一大块 一大坨 作为的是宾语 但是你注意 它作为宾语 它不是一个单词 而是一个句子 所以这后面就叫宾语从句 啥叫从 肯定是主人的随从 对吧 它肯定不是占主导地位的 它在整个句子当中 充当一个宾语的成分 用来更好的去补充这个句子想表达的信息 来再看一眼 下面这两句话的例子 马上就明白啥叫宾语从句了 首先看这句话 I know it 对吧 我知道这个事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主语 未语 宾语 那么下面这个句子 I know 这主语跟未语还在这呢 后边这一大串 它就不叫宾语了 因为它是一个大句子 所以它叫宾语从句 I know that you are my mother 我知道你是我妈 那么这个that 为什么用括号可以括起来呢 说明可以加也可以省略 好 我们接着看啊 这个服务员怎么跟这个女士 这个lady说的 they were in fashion last year and the year before last 就这鞋呀 这叫黑鞋啊 去年的时候实行啊 包括前年的时候实行 今年已经不流行了 这里面出来个词 应该不算什么生词了 这个词经常我们中文说的时候 就是你好fashion啊 就是你好时髦啊 但是呢 通常是个错误的用法啊 因为你仔细看看 fashion这个词 它是一个名词 它表示服装 你的衣服的流行的样式 所以说你看到了 课文里 它没有直接用 不是说they were fashion 而是they were in fashion 他们是在流行里的 所以呢 当你想说 这人穿的很fashion 你要用fashionable 在后面加上able 这才是形容词 包括你在很多的电视节目里 会看到啊 这个人很man 他好man 错了 这个man呢 它是个名词 表示男人的意思 他要想变成很有男人味的话 也变成形容词啊 manly 另外还有一个词叫humor 就是下面这个 说这个人 你好humor 不对 humor是名词 表示幽默感 幽默 他如果变成形容词的话 又变成humorous 这都是大家非常常犯的错误 好 再来看后面 还有一句话呢 说这些去年跟前年的 year before last 的时候 非常的时髦 然后现在呢 不流行了 but they are not in fashion this year 前面不是说了吗 in fashion 表示流行 现在不流行 就是not in fashion 同时 这个not in fashion 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词来代替 就是out of fashion 时髦就是in fashion 缺毛 不是缺毛 不流毛了 就是out of fashion 好 接着服务员去那个柜台里掏出两双鞋 两个小高跟鞋 看哪 那这个是今年流行的 these shoes are in fashion now 好 来看我们这个lady说什么了 她看这个高跟鞋 你看这个长得很朴实 就好像之前没有穿过高跟鞋 说 哎呀 they look very uncomfortable 这看起来很不舒适啊 这里面想研究un comfortable 咱们先把un去掉啊 先研究研究这个comfortable 这个词呢 表示舒适的 舒服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有这么三种用法 首先呢 就是比如这个家具 臭着让人很舒服 坐起来很舒服 包括这个衣服穿上去非常舒适 咱们可以怎么说呢 there is a comfortable chair over there 那儿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椅子 你要不要坐一下 好 接着comfortable这个词的第二种用法呢 就是你比如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陌生大宫殿里面啊 这个地方让你感觉非常放松 非常安逸的感觉 比如说一个家 一定要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舒适的 怎么说呢 a home must be warm and comfortable 好 接着第三种用法 形容这个人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舒服 please sit in the sofa 在沙发里待上 给我坐进去 然后and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让你自己放松下来 好 接着咱们来到最后一句了 这个服务员了 好像有点不爽 因为你说我的鞋不舒服 不可以 他说什么了呢 they are very uncomfortable 注意这里面的are呢 课文里把它写成了鞋体 像这种印刷的时候 写成鞋体的字 咱们要中读一下 中读体现了这个人 在说话时候的心情的异常 因为呢 这个服务员 他有可能不开心了 或者感觉到反感了 所以说在这地方呢 要加重一下 they are very uncomfortable 没错 这些鞋确实很不舒服 但是呢 but后面肯定有一转 有一转折 but women 这个women是woman的附属形式 但是女人们呢 always wear uncomfortable shoes 这女人们不管舒不舒服 她只要是好看就行 女人们总是穿不舒适的鞋子 这里面穿鞋的穿用的是wear 注意这可不光是穿衣服啊 你戴着个围巾 或者是喷了香水 都可以用这个wear 来看两个例子啊 比如说 她围着一条非常漂亮的围巾 用现在进行时啊 再熟悉一下这个语态 she's wearing a beautiful scarf scarf这个词表示围巾的意思 咱们先混个点熟啊 好 接着再来一句 她从来不用香水 也就是说不抹香水 不胆香水 身上不带着香水味 咱们就可以用wear这个词 she never wears perfume 好 perfume也是先混点熟啊 都不是现在要掌握的词 好 接着wear这个词呢 还有第二种用法 就是面带什么样的笑容 或者面带愁容啊 或者是展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保持一个自尊 保持尊严 都可以用这个词 wear 一些虚拟的东西 比如说 她面带着非常快活的微笑 你可以说 he's wearing a big smile OK 这节课的内容就这么多了 我觉得这节课讲的最精彩的 就是那个get 那个小词的用法 大家一定要把这东西心灵神会一下 OK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了 我是Frank 感谢你听完 咱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